歡迎來到生Money 我是威力 你線上奶爸又突然出現啦 現在時間是2023年的9月14號晚上的10點50分 今天我們單元是威力研究室 用研究改變你的財商視野 今天的內容是年輕人借錢投資的故事 信貸跟職壓的差異 誰能載舟 亦能復舟 欸 往往一般人認知裡面 這個借貸投資不是什麼好事情 而在新聞中 故事裡面的年輕人 他卻選擇在20幾歲的時候 開啟了信貸跟職壓的投資方式 到底其中的風險是什麼 那到底為什麼要冒著風險借錢投資呢 信貸跟職壓的兩種借錢方式 有什麼差異啊 這一集就來研究一下 首先溫馨提示與免責聲明 內容若提及標的歷史績效 不代表未來走勢 受眾應有獨立思考之精神 研究僅供參考物作買賣依據 個人心得分享 非投資教學無業配 非證券分析師 找名牌指導需求請洽合法投顧 內容若有疏漏有誤請再告知 以標的單位發行公告為主 播放平台動態廣告非節目直播 純屬支持平台營運 那內容請謹慎評估 非洗腦節目內容可能有錯誤 請自行培養能力驗算 我們來提到這個 借錢投資的風險 它到底有什麼風險呢 其實投資不如預期的時候 我們可能會遇到說 系統性下跌嘛 那往往很多投資人 他會遇到一個 心境上的困難點 是什麼 心態崩壞啊 他就決定要認賠殺出 也許呢 他是遇到了停損點 也許呢 他是沒有辦法承受 損失金錢的這種難過 另外呢 突發性的失業財源 跟無薪價 這個價打錯 那現金流中斷無法繳貸款 另外啊 失能意外啊 會有可能發生嘛 那你就不能上班 那現金流就容易中斷 借錢的部位 如果大於你自己可以控制的範圍啊 比如說 你可能一拿到一筆大錢 那你就大手大腳的去投資 沒有任何的計畫 那你更容易 心態崩壞 其實借貸都有利息啊 大家如果借錢投資 你就會遇到一個問題 你拿到這筆錢他是有資金成本的 所以你會希望說儘快布局到投資當中 那成本希望說可以通過時間呢 慢慢的把它均攤下來 但是這個均攤還是有限的 我們賞戶的好朋友是時間 但是借貸的利息 它是使時間成本會是比較高的 其中借貸投資的注意項目 大概有幾點啊 歸納可以有以下幾點 如果你投資不如預期 有狀況發生的時候 應該要想好還錢的方式 那欠錢投資 它並不是不用還錢哦 必須要對風險要有警覺心 例如說你本來就有良好投資組合的人啊 借錢投資它是放大投資的效果 但是如果你沒有 那這只是放大風險 投資人應該要有理性評估自身的能力 那心態層面跟確認持股的信心 這件事很重要 一定要在做這件事情之前要有良好的規劃 那不鼓勵無計劃的借貸投資 接下來看啊 這個故事到底是怎麼樣 那威力看新聞啊 有某論壇的大大 它信貸借款做投資 它是個二十幾歲的公職人員啊 信貸值壓大概兩百多萬 每月大概要還兩萬五 那進場時間是差不多在2021年到2023年 那首先我還是得要聲明哦 這個故事並沒有指定特定人士 內容有可能是虛構沒有辦法證實 那因為新聞上看到嘛 我也不可能去證實什麼東西 只是說拿來當作一個借貸投資的範例參考 那受眾啊 應要有獨立思考判斷能力啊 那它在2023年的9月開始做借款 大概是信貸差不多一百九十幾萬 再加上質壓大概二十幾萬 總共是兩百一十幾萬啊 那2022年的2月的時候 那時候市值大概 它的股票市值倉位大概是一百一十幾萬 那到2023年的9月的時候 市值大概是三百多萬元啊 三百出萬元 那目標是七年後希望說市值可以來到五百多萬啦 那我有大概去試算一下 它所提的一些故事劇情 那大概每月信貸的本席軍角 大概需要兩萬五千元啊 那質壓轉換成月席 大概是五百塊錢左右 所以總合大概是兩萬五千五百元 以它月薪六萬塊來計算 差不多是佔比是43% 所以其實你看43% 如果你對一般有家庭的人來說 其實這43%其實是有點困難的 如果你是一個單身貴族 或是你還沒有步入婚姻啊 或是你就是沒有任何家累的人 我覺得43%可能還好 因為一個人的花費也許沒有這麼高 那這個累積報酬率 我大概試算一下 依據這個故事裡面的案例 從2021年到2023年的7月 大概是25% 換算出這個年花報酬率 我們以2.5年來計算大概是9% 所以以它的績效來看 其實還算不錯欸 我們來分析一下 如果以月薪六萬元來計算 即使你每個月存下一半的金額 大概是3.5萬嘛 那獎金10萬元以年化報酬率9%來計算 這兩年半累積大概是185萬元 那如果以借款投資這個市值 假設是320萬來計算 差不多是1.7倍 那右邊是我們威力財經角的 這個富利計算表 在這裡面就可以看得出來 假設你沒有做借貸投資這件事情 差不多兩年半大概是累積到185萬元 我們是以合理的推測 它每個月存下一半的金額 3.5萬 那再來是獎金是10萬元 那其實3.5萬不應該講一半啦 接近就是大於一半多一點啦 那獎金大概是10萬 以年化報酬率來看大概就是9% 所以你看有借貸跟沒借貸 差別在於說它的市值的變化 差不多是變成了1.7倍左右 當然這個是要遇到我們市場行情好的時候 我們來看一下這個時空背景 如果說你2021年投資0050 那種績效可能還不如故事的主人翁好 所以有時候我覺得 你也可以講是生存者偏差 但是我也可以這麼認為 這個故事裡面的主人翁 他可能對於買賣個股啊 他是比較有信心的 他選的標的 也許在過去這2.5年 這時空背景底下 他是有個不錯的績效表現 畢竟他是主動折股嘛 那你主動選股 就必須要有自己的投資邏輯 你才會有比較好的一個成績 到底為什麼要借貸投資 其實我覺得大部分人可能會遇到一個問題 就是你身上的錢不夠 你希望通過借貸早點獲利 這大概是一種情況 另外有些人的觀念是 借貸就是未來的錢 用未來的錢在現在做投資 那支付可負擔的利息跟費用 去賺到標的的市值成長 那也就是你賺到了一個時間價值 再來就是我們可以運用現金流 讓資產做一個過度的 適度的槓桿 那變成說 你去承擔風險就換取報酬 那年輕人他相信 時間投資法 生命投資法 人生初期要加槓桿嘛 那隨著年紀去剪槓桿 那湊齊退休金 如果你是有完善投資組合計畫的人 他就是一個擴大投資增加收益的方式 那未利曾經看過有些youtube 他在介紹借貸投資這件事情 都是用次之以鼻的心態去面對 可是依未利的角度 我在以前的節目大概也跟大家分享過 我認為這個東西他是一體兩面的 他不代表是一個不好的方式 而是你會不會運用 跟你有沒有足夠成熟的投資的心態去面對 那因為他只是一個工具嘛 借貸投資其實不要講說做投資 股票這件事情好了 其實各位你在街上去看到這些小店面 或大家做生意好了 很多人他可能並沒有足夠的資本 他也許是跟政府做一些 輕創的貸款啊 或者是他跟銀行做融資來做創業 任何的事業 他都有可能是通過借貸的方式 來做到投資 讓他未來事業更加發展 所以這個方式 他只是讓你的獲利有機會可以最大化 但是你要承擔合適的風險 所以我不認為完全是用 赤字以鼻的心態去看待這個工具 會是一件好事 反而我們是以中性的角度 去思考我們在人生的什麼時間階段裡面 你有足夠的智慧跟心態去面對 投資用借貸的方式來處理 那這就是每個人應該學習的方法 未利大概查了一下 網銀的信貸 通常你要拿到最低利率 職業等級要很好 或者是你本身財務狀況極佳 為什麼 銀行喜歡借錢給有錢人 所以有錢人可以賺更多的錢 那未利看了一些網路論壇 跟大家社群上面的討論 那很多人他會貼自己 比如說他可能去磨網銀 那他的利率可能是2.5或是2.7 甚至有3%的 那於是就問大家說 你去哪裡去做這個信貸借貸呢 可以變更低呢 其實這個東西是你沒有辦法比較的 為什麼 因為每個人的條件不一樣 比如說我在這間銀行 我可能也許是低於2%的信貸利率 可是不同的人在同樣的銀行裏面 他限價這個人的 比如說信用跟他的財務能力來評分之後 也許銀行給他是比較差的利率 這是有可能的 所以其實很難用一個標準來去做比較 因為一般的網路銀行 他只會寫一個 最低是多少 例如說網路銀行1 開辦費688 那最低是1.98 如果你是特定的客戶是1.95% 那綁月一個月 那網路銀行2呢 開辦費0元 那最低是1.95 那但是綁月2年 網路銀行3呢是588 最低1.88% 但是綁月1年 在這個案例裡面 因為這都是現在目前 比較大家常用的網路銀行啦 那威力就不要幫人家打廣告 大家可以自己去搜尋一下 那其實 依照這裡面來看 綁月的長短 其實也會影響到利率的 這個高跟低 因為銀行希望說 他可以至少保本嘛 我借你錢這段時間 你是可以一直繳利息的嘛 有的銀行會用這種條件 去跟貸款者去談 我可以給你低一點的利率 但是我要綁月綁久一點 就看貸款的人 他願不願意接受這種條件 所以於是你會發現說 條件好的人 銀行願意借錢給他 而且會給比較低的利率 可是職業的類別比較差的朋友 你可能拿到利率就很差 一般來說 你如果拿到3%以上 你要再做投資這件事 就變得利差很小 那就不是那麼好 我還看過有人在論壇上寫說 他的職業 更正他的這個利率是6% 信貸利率6% 他來去買高股息ETF 那其實說實在你就不用買啦 因為這個利差極小 就不要浪費時間跟金錢 信貸跟職業到底有什麼差別 因為其實最近我們在社群上面 有很多朋友在討論職業的東西 其實信貸跟職業有一個關鍵差異 最主要關鍵差異 在於說 你如果是用信貸做投資的話 你必須要每個月還本 還息 可是職業不用 職業一般來說 現在常見的方案都是你到期還息就可以了 那你的維持率可能要依據各金融行業 金融公司他們的一些條件 比如說你要回到這個維持率167%以上 你才可以再做下一期的續約 那我這邊要整理一個表 信貸的話他有單包品 什麼單包品 就是這個借款人的信用嘛 所以他沒有實務的單包品 那但是職壓有哦 有他就是股票 那貸款利率呢 信貸的部分 他必須要依據貸款人的職業收入 財務狀況而定 情況越好 那你利率就越優啊 可是職壓不是 他是差不多是2-3%不等啊 依據各金融金購啊 他的標的而定 那有些單位他可能會去篩選 某些標的有比較好的優惠利率 那有些利率就 有些標的就比較差的利率 就要看每個金融機構的一個條件 那還款方式的話 每個月信貸的話 你要本息軍攤嘛 常見就是7年 大概是84個月 但是職壓呢 常見是一年半續約一次 當然也有是一年的 所以要看各金融單位而定 那借薪還舊款 就繳席就好 也就是說你本是沒有在繳的 風險的部分 借款人的現金流 你可能沒有辦法指引 變成你信用破產 那職壓的話 股票就是維持率太低 那要依據各金融單位的規定而定 常見是低於140%到160%以下 要強制賣出還款 所以這還有一個很本質的差異 如果你的現金流 不夠的朋友 你做信貸投資 就會有一個風險存在 會比較高一點 另外呢信貸它有一個優點 就是你不用食物蛋包瓶 那如果個人條件好 你就有一筆低利的金錢可以運用 那職壓的話呢 優點就是不用還本金嘛 繳利息 那賺利差很好用 那也就是你可以 通過它分次撥付借款的金額啊 來去運用這些金錢做投資 但是信貸呢 它有一個缺點 它有幾個缺點啊 大概有三點啊 如果要繳本金 那這個現金流吃緊 或是生活有出現突發狀況 你繳不出錢 那現金流的負擔就比較重 第二個就是通常啊 借款是一次撥付 也就是你短期拿到大錢 很多人他可能會心態崩壞 會覺得 欸這個錢怎麼這麼容易就拿到啊 我也沒幹嘛 我就突然賬目就多了 可能一兩百萬進來啊 你就會很容易自大 第三個就是 你不用注意維持率 那投資內容跟貸款單位無關 也就是 你比如說我借的這筆錢 我要拿來幹嘛 其實你不需要跟銀行交代 那也就是你不會受到貸款 也就是你貸款這件事 不會受到你的標的那種有牽連啊 那質疑的話呢 它的缺點就是 你本來就要有股票嘛 你沒有股票拿什麼去抵押 對不對 也就是它必須有一些要求條件 就是你先要有股票 再來有些金融單位 它有一個最低的借款金額要求 那有些單位可能不用啊 那你如果借的錢太少 它有可能給你的利率是比較差的 那一般呢 直借呢它的質疑是指是6成 也就是借款金額的6成 那金融單位它可能會 更換它的優惠利率的標的嘛 那被必須要根據時下額定 那有可能優利就變成利率較差 例如說3.5%以上 那你就必須要換金融單位質疑 那最近威力有聽朋友講到 它某標的啊 因為被優惠名單裡面移除掉 變成要繳的比較差的 這個利率啊 那這沒辦法 各單位有自己的條件嘛 第三個你必須要注意維持率 如果你低於維持率 那借款單位可以強制平常 那維持率這個東西就很麻煩嘛 比如說你股市會有正常的波動嘛 我們大家都知道在投資股市裡面啊 波動是一個合理的成本 但是呢 當你的波動 又要跟你的標的的維持率啊 掛鉤的時候 你就容易心驚膽跳 假設今天這個標的啊 它跌了很多 比如說跌了50% 你就擔心說 喔我維持率會不會不夠 我會不會低於這個140或是130% 那如果有的話 那金融單位它會強制平常你的標的來去還錢 但是它也就是在那個當下的價格去幫你平常啊 所以基本上剩下的錢 它還是會還你啊 只是說它會先償還貸款 借款的順序跟變化型的部分啊 跟大家提一下 其實部分的直壓單位它是銀行端啊 如果直壓的部位 它可能會記入連徵 那如果說證券端的話 它就不記入喔 借款的順序通常我聽到的啦 不一定正確喔 我說我聽到的大概是 先去做信貸再做直壓比較合適 適合信用分數比較低的人 另外一種變化型喔 比如說你本金40萬 信貸60萬 買股100萬 直壓借款60萬 用借款償還信貸 這叫直壓的利息不換本 適合你現金流能力比較差的人 但是風險也是比較高一些啦 就看你個人怎麼運用 假設你對於 還本金這件事情 這個現金流是很有壓力的人 有些人他就會選擇用直壓借款的錢 先還了信貸的錢 那接著他只去還直壓的利息 因為直壓不用還本嘛 所以他就一直去還利息就好 那到期就再還利息續約就好 不還 跟大家提一下 這個怎麼去查信用分數啊 其實威力在 差不多2019年的文章裡面就有提到 大家可以去下載一個 叫TWID的這套軟體 裡面其中有投資的個人資料查詢 基於使用者付費的原則 從107年開始 民眾你在年度內 你可以享有一次免費的線上查詢 那第二份開始就會收80元啦 那我最近看好像還是80元 所以大家可以去使用一下 去查一下自己信用分數 一般來說 600分以上就算蠻正常的 那並不是說 你一定要多少多少分以上 才叫達標 並沒有啦 所以還是要看各個金融單位 他怎麼去評論 怎麼去鑑別你的財務能力 結論的部分 其實借款投資 它是一種擴張財務的方式 它具有一定程度的風險 如果你本來就有良好規劃的人 比如說你已經有很好的 投資組合的人 那他可以加速你市值的累積 那如果你規劃不上 或是心態崩壞 那就會加速你投資的虧損 我們如果以佛學來看 每個人一生賺到的金額都是固定的 那借貸投資就是圖增風險 當然你是看用你用什麼角度來看 這是佛學的論點 如果對風險偏好者來看 借貸投資是好方法 善用可以加速達成財務目標 其實也有很多朋友 他做借貸投資的初衷目標 是希望可以領席 通過比如說他買 例如說像債券標的領席 或者是高股息ETF領席 那通過領席的方式 他可以償還職介的利息 那他是希望賺到這個利差 可是喔 我覺得其實利差在借貸投資裡面 尤其是職壓裡面 他並不是重點 重點是你在越早的時間 增加你的持股的部位 那就有機會持股有一個不錯的 市值增長 那這個市值增長的回報 可能遠比你賺那個利差還多 所以越早的時間 你做投入 你就有越早的機會 得到更好的市值報酬 這個就是借貸投資裡面 最終的奧義嘛 最終的目的 但是有些朋友他是希望說 我是希望做利差 那我可以每年多幾萬 那如果有做到市值更好 市值變更多 那就是多加分啦 那我也看到有朋友他在社群上討論說 他通過質壓的方式 因為提早借錢買入嘛 也就是讓他的市值 在今年度擴大300萬 當然這個是一個大戶 那我覺得也是蠻厲害的 所以一個工具就是隨人用 我們不要過度強調說 這個東西是妖魔化 我們也不要過度美化他 他就是一個中性的東西 就隨個人使用 但是還是要提醒各位 因為借貸投資他是具有高度風險嘛 你個人還是要有一個 很好的投資組合規劃 以及你自己的換款能力 要做謹慎評估 分享總是單程的快樂 期待下次再見